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个非常有文化的皇帝 他的三儿的肖刚是个神童 四岁的时候就能认字 还会书写 还能背诗文呢 到了他六岁的时候 他写的文章已经非常出色 你说人家六岁小孩 在玩沙吧 不然在尿床吧 他六岁就能写文章了 非常厉害 肖眼很喜欢肖刚 他认为肖刚将来必定能成为大财 说这一天 肖眼当着群臣的面 把肖刚给叫了过来 他说 诸位爱卿 麻烦你们随便出一个题目 让我的儿子肖刚 写一篇文章 就有人随便出了个题目 就看肖刚把笔一提 略加思索 就写出了一篇对账工整的评文 什么是评文呢 这是古代一种文体 讲求严谨的对账 评测要求也非常严格 不好写 肖刚写出来了 他把这文章拿给在场的人一看 全部人都赞不解口啊 肖眼很高兴 他说我这儿子肖刚啊 能赶上东阿王啊 谁是东阿王啊 东阿王是曹操的小儿子曹直 有一句成语 七步之财 就是他在说曹直走七步 能写出一首诗来 非常有才华 而且也受到后人敬仰 说肖刚能赶上东阿王 就是说肖刚的才华 没够跟曹直并列了 随着肖刚年龄的增长 他的才华是越来越令人惊叹 据说到了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啊 他看书就能十行俱下 什么意思 就我们一般看书啊 都是一行一行的看 肖刚不一样 他看书十行十行的看 看完这十行看下十行 十行一块读下来 读下来还不算 还能读懂 读懂了就记住了 你说人家看书 得看半天呢 他就看一会儿 这么厉害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夸张 你说十行俱下了 你说虽然汉字顺序颠倒 不影响人们阅读太大 可你别说十行啊 你就说我们两行一起看了 这左右脑就协调不来了 要说十行 以人类来讲 可能还是办不太到 不过说十行俱下嘛 就在形容肖刚啊 读书非常快速敏捷 到了肖刚二十八岁的时候 他的大哥肖统去世了 由于是肖炎 就立了肖刚为太子 要他将来继承皇位 你说这么一个有才华的人 非常可惜 后来让叛军侯警投毒害死了 不过虽然是害死了 他十行俱下的聪明才智 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到了现在 我们还是会用十行俱下 来形容一个人读书 快速敏捷 好 今天大法成语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